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10年开始投入各企业的生产管理的辅导咨询工作至今 以超过50家800厂的现场指导 企业包含汽车业 鞋业 电子业 电路板业 机械业及食品业等 推动金石生产 建厂物流 TPM管理 供应商评件系统建制 具体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本课程内容分成四大单元 以推动食物应用案例为主 理论搭配为辅 前两个单元为巧思改善的定义 目的 要领 应用场所及步骤 后两个单元为巧思改善 黄肉装 黄肉手 黄物装 及作业容易化的食物案例说明 由合理化 标准化 自动化 智慧化的改善推进过程 让大家有食物的案例可看到眼见为实 有图片及影片为证 能达到容易学 容易做的效果 第一单元 巧思改善 我整理出四大要领及十大目的 重点就是掌握异常的两大痛点 问题研头及困难所在 来进行巧妙的防疫装置改善 使错误绝对不会再发生 可以做到效益最大化哦 第二单元 巧思改善运用之场所及步骤 主要以防疫改善的实战步骤 展开观测分析巧妙的机构和原理 及改善手法 进行评估可改善的点 改善对策的弥定 第三 四单元 从四大类型 巧思改善的相关实际应用案例及具体效益 由引擎组装 焊接组装 装配组装 设备点减及搬运作业等成功案例 我希望能从巧思改善推动成功的实务案例中 让大家可以获得如下效益 一 能够理解巧思改善的好处 发挥创意的智慧 活用推动的改善手法 应用在生产 仓储 物流管理的工作职场上 二 让巧思改善手法及应用管理活动的经验转化 让企业在生产 品质 成本 效益 互相结合 产出最大效益 三 让改善成为一种心态 每天都有改善的想法 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建立企业 持续改善的企业文化 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巧思改善手法 及应用典换实务课程